月球上没有空气 也没有水分 所以要用现成的环境条件下 去种菜 种粮食 那恐怕是不现实的 那么下一步我们 后面可能会探测到月球南极去探测 看看那里有水没有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学目标 据科学家推算 在月球南极有可能有水冰存在 就是当年月球产生的那一瞬间 那么应该是有水的 由于它的月球南极或北极 都有很深的月洞 这洞里面产生过后 长时间见不着阳光 可能这个水会有冰的形式存在 那如果是能够找到水冰 那当然是最好的 目前用这种月球上自然环境 是种不着菜的 但是不排除 以后我们在月球上建科研站 建一些月球基地 那个时候自己人工 进行环境培植 有可能长出蔬菜 或者长出粮食 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